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悬疑惊悚片 我是杀人犯 影片一开场 警察胡子哥正在追捕一名杀了十个人的变态杀人狂 两人在小饭馆里打的是鸡飞狗跳 吃饭的顾客圈头瞎瞧 胡子哥刚掏出枪了 变态狂就差点让看热道的老板娘领的变当 紧接着是你跑我来追的 两人一前一后黑黑 犹如蝴蝶片片飞 由于胡子哥对这种野战的没什么经验 这一不留神就遭了变态狂的暗算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十颗刀 毫不夸张的说 这绝对是本世纪最牛掰的植物广告 变态狂说大哥 强扭的瓜不甜 你能不能别这么反呢 你请我不愿呢 再追我就让你领导看 由于自己办案不立 让那么多无辜的人咯了屁 胡子哥这心里非常的过犹拘 于是便替第一位受害者 照顾起来他的儿子酱油帝 这一晃15年就过去了 变态狂不仅没抓到 而且也马上就要过了咒诵失效 一天晚上胡子哥突然接到了酱油帝的电话 酱油帝说你们这帮警察全是贩毒无浪费 15年都没抓到变态狂 我也是罪的 今天已经到了诉讼失效了 看来我妈咪的仇也没份报 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的 必须马上领了饭去跟我妈咪见面 当胡子哥刚赶到酱油帝家 酱油帝就跳楼自杀了 两年后 胡子哥正在家里睡大头觉的时候 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 说15年前那个变态杀人房不仅已经出现了 而且还写了一本我是杀人犯的自传 大眼哥说我就是15年前的那个连环杀人案的杀人犯 而且我后备至今还留着胡子哥赏给我的那颗子弹 记者说光拿嘴说不算的 你得脱了衣服让我们亲眼看 哎呀这人长得帅连伤口都粉毒毒的那么可爱 接下来大眼哥开始作秀了 他是一会儿捐款一会儿向被害人嫁入道歉 房子是团团转的 胡子哥的手下说肯定是这孙子干的 如果不是亲嫌经历绝对写不了这么详细 当胡子哥正准备吃饭的时候 大眼哥突然出现 小女警花师妹一看呢激动的是花枝乱颤 大眼哥说大哥好久不见 不过这诉讼时效已经到了 你现在已经彻底拿我没法办了 胡子哥一看这孙子嘚瑟的劲就是一族的气 说虽然我没法让你领盘饭了 但我可以请你家吃一碗炸椒面 转场之后几名受害的家属凑一块开了一碰包会 冷戴婶说必须先活捉大眼哥 等打听出我闺女被他买到什么地儿 再把他生酥活泼 肉逼弟说你算哪只葱啊 我们又不是你的雇佣兵 咱要是见到那混蛋呢 我立马上里面拍 清纯被说大家都冷静冷静 这还没行动呢 可不能起来哄了 目前咱得先盘算盘算 看怎么才能找出这个混蛋餐餐饭 几个人经过周密的计划 准备活捉大眼哥了 这计划的第一步 首先让忧郁叔化妆成工作人员 然后趁大眼哥游泳的时候 往这游泳池里放进去取雕蛇 哎呀这一身的小鲜肉太累看 把准备搞暗算的忧郁叔 拆在当下都是猛的一颤 果不其然呢 当大眼哥正在水里狗跑的时候 被蛇吭吃一口又咬残了 当逗逼弟和清纯妹 刚想把大眼哥撞上车 没成想真正的救护人员及时赶到 这逗逼弟刚出狱 是一身的利器 当时就从腰里拽出一把 寒光闪闪的杀烧刀 说你们呀谁先上 我就让谁先报销 接下来是一场激情四射的追逐戏 哎呀我去 要说大眼哥这双大白腿可真不错 难怪会造成这起严重的连环车祸 当冷戴神等人 正在对大眼哥刑讯逼供的时候 胡子哥通过技术手段 摸到了他们的窝点 然后是拉闸断电的 趁着黑灯瞎火 把大眼哥给救走了 住进医院的大眼哥 接受了记者采访 大眼哥说绑架我的那些人 都是我狂热的粉丝 他们见我长得太好看了 就想把伤米煮成手办 记者问你是否会就此事 拿起法律的武器呢 大眼哥说 他们不过是想跟我闷着蜜 出发点是好的 我不会那么想起 转过天 冷戴神来到了派出所 这娘们二话不说 上去就给了胡子哥一大子哥 原来冷戴神当年那个 被变呆狂掳走的亲闺女大兄妹 正是胡子哥的女朋友 由于这冷戴神家家财万贯 因此对胡子哥和大兄妹的关系 始终持反对意见 转场之后 电视台邀请胡子哥和大眼哥等人 做专题直播 在接观众热线的环节 一名自称叫勾的男人打来了电话 说大眼哥呀大眼哥 我劝你别再打着我的七号胡说八道 胡子哥急忙命人追踪这个号码 最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妈咪家的电话 胡子哥进屋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变态狂在字条上说 你要是再挑战我的体现 我就让你妈咪里面看 就在胡子哥跟妈咪相忧而泣 谢天谢地的时候 突然看到变态狂正在对面楼上 通他招手 他急忙跑了过去 发现变态狂留给他两样东西 一把匕首和一盘录像带 胡子哥播放录像带一看 发现是他女朋友大兄妹临死前的画面 经过对录像带和变态狂心里的缜密分析 胡子哥深思熟虑牺牲一击 胡子哥在媒体面前说 那个自称叫勾的男人留给我一把匕首 经鉴定上面确实是我当前的血液 而大耳哥那本自传里的情节 也写得有理有据 因此他俩到底谁是那个杀人犯 还真不好判断 这变态杀人狂虽然杀人的时候沉重冷静 但眼瞅着大耳哥利用自己的丰功伟计赚钱 算是彻底不担心 于是他给大耳哥打了一电话 说孙子 你呀整天利用我的名号春牛逼 你害不害臊 你要是有种 咱俩就叫上胡子哥来个现场直播 那些个案子到底是谁干的 到时候咱请观众做个评判 跟大耳哥通完电话之后 变态狂又把一盒录像带交给了电视台 变态狂在录像里说 最后失踪的那个大兄妹就埋在这棵树子下 直播开始的三个小时前 我会告诉你们准确的一点 冷淡婶等人得知现场直播这个消息之后 都乐出一地方 几个人经过商量 决定混入现场 把变态杀人犯给干掉 这冷淡婶确实挺冷淡的 她把这个蛇毒灌进钢壁里 准备亲手让变态狂里扩饭 转场之后 胡子哥变态狂和大耳哥 坐在了一起开始现场直播了 变态狂说到底谁是杀人犯 请大家看画面 这个时候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已经通过变态狂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埋葬大兄妹的地点 看着已经变成白骨的大兄妹 胡子哥的心勒碎 主持人说大耳哥 你实话实说 之前那实起杀人犯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大耳哥说 确实不是我干的 主持人说 既然不是你干的 那些杀人的细节 你是怎么知道的 胡子哥说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我 这位帅气逼人的大耳哥 其实就是两年前自杀 但没有梗屁的酱油蒂 主持人说 这两张脸一个天一个地 这不符合逻辑 这个时候 作为医生 也是被害人家属的眼镜叔叔 当时酱油蒂虽然没有领盒犯的 但他那张脸 他却是已经没法看了 老朽不才 是为整容医生的 不客气的说 我的整容术 不仅可以让猪头变攀安 还可以让无颜变天仙 酱油蒂之所以变得这么好看的 全靠我的特殊手段 胡子哥说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圈套 就是为了引出变态狂这个大傻帽 变态狂一听就笑了 说你这招虽然妙 但你可别忘了 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胡子哥说 你杀大兄妹的那天 正好是第十四届总统开票直播的时间 你还给我听清了 从时间上来算的话 现在的诉讼时效还有十四分钟 变态狂一听就懵了 说你们这帮孙子竟敢给我玩音的 今天老子跟你们拼 接下来是变态狂和胡子哥的一番灵魂对话 在变态狂言语的刺激下 胡子哥终于开枪了 可由于同事的干涉 这一枪不仅没有让变态狂里翻翻 还把直播现场的电给掐断 然后整个演播厅就是一片大乱 那么多人为奸最后还是让这孙子篡了 紧接着是胡子哥和变态狂的一场追逐棋 变态狂跑的是汗流浃背 胡子哥追的是如痴如醉 这俗话说邪不胜正了 影片的最后 胡子哥用那只未有蛇毒的钢笔了 要了变态狂命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如果长得不好看也别觉得太遗憾 只要拼搏肯努力 人生同样很灿烂